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这个小课程是方向尿法的一个简易入门 藉由我们神经系统的了解 然后看看有什么方向尿法很棒的产品 能够好好的治疗我们这些问题 所以在这样短短的时间之内 我们先来谈谈方向尿法到底是什么 那藉由我们神经系统这样一个角度来切入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精油是抗生素的一个最佳替代品 大家知道抗生素就是在我们现在医疗当中 我们每次都吃药 吃药这里面有抗生素就会杀我们的好的细胞 坏的细胞一起杀光 所以精油对即使已经产生抗性的一些药性的细菌也是有效 大家听过的茶树还有乳香绿花白千层 甚至都可以对抗我们的病毒 那COVID-19的时候其实在全世界各地 大家都有用精油来使用它 所以越来越多的医院还有其他的医疗机构 使用精油来帮助手术后的一个伤口的愈合 还有溃疡的治疗 还有口腔黴菌的感染 皮肤发炎处理发烧的一些降温 还有陪伴抗癌的治疗 养老院的阿兹罕症的治疗 这个在在都为病患带来安慰与抚慰 所以精油在家庭的那个医疗箱里面 已经占有一期之地 像我昨天在整理我新来两盒的那个 现在比较那个轻一点的那个 以前都用木盒嘛 现在都用塑胶的 塑胶盒然后能够装我们的精油 我觉得大概算一算 我大概有身上大概200多支精油 吓死了 有些东西当然最佳使用期已经过了 可是我放在里面我舍不得丢 所以它其实是在家庭医疗箱 在家庭医疗箱里面一再有一席之地 对我来讲其实比那个 我的急救伤的那些东西更重要 它可以帮助家人亲友 应付许多日常的病痛 感染压力疲劳焦虑 皮肤病还有妇科的疾病 还有突然的例如刀伤 切割烫伤这些东西 各种创伤的紧急的处理都可以做 那还有我们老年纪大一点的人 也有老那个脉性病 老人病这些东西 也都可以用精油来治疗 所以由于它的化学特性还有气味 只要你知道如何使用它们 精油能够引导你达到最好一个健康的状态 好我们来看一下方寮的历史 方寮历史其实有好几千年的历史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一一的去把那个 那个整个历史讲出来 我们先来看一看分的阶段 方向药法出现之前呢 澳洲原住民早就用美好的一个树叶 我们就叫茶树 它来护理 因为澳洲茶树非常的有名 那在印度呢 方向水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纯路 叫我们的花水 纯路 他们叫方向水 文字记载都已经三千多年的历史 那亚洲呢 发现纯路 出土的那五千年那个蒸留器 它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 西元前四千年呢 古埃及它就运用植物的那个防腐特性 来保存木乃伊 例如说我们有些精油 雪松啊 碎干松啊 肉桂乳香还有木药 这些东西其实几千年来都在用的 还有一个金字塔最有名的金字塔的法老 叫土坦卡门法老 它被埋葬三千多年以后呢 我们在它的坟墓里面就发现芳香的乳香的树枝 就当初在那个我们木乃伊里面 就包裹它让它不要腐烂的那个树枝 脂是脂肪的脂 古希腊的士兵呢 随身会带着装着木药的小瓶子 以被受伤的时候使用 那木药是在山口玉盒上面有很显著的一个防腐 特效药还有消炎一个特性 还有鼠疫大流行的时候呢 西波卡阿迪是西方的那个医学支付 它下令在街上用迷迭香还有牛西草 还有冬季香薄荷还有薰衣草 这四种精油来做药草的薰香 以预防我们那个瘟疫鼠疫的大流行在扩散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方疗的近代呢 十字军把那个真六的艺术带回西方 那方香疗法就因此成为药局里面主要的药物来源 中世纪的时候药丝也被称为香料 就他们那时候药丝不叫药丝叫香料 就16世纪的时候 法国格拉斯就开始生产薰衣草的精油 那1900年代呢 许多精油被证实能够杀菌 很不幸的时候呢1930年代的时候呢 廉价而且可以重复生产的合成药物就出现 在欧洲市场上 他就遣缓了方香疗法的一个进化 所以1910年的时候化学有个工程师 叫做盖特弗赛在实验室里面爆炸 严重烫伤了他的双手 他就用西芋草的精油来涂抹伤处 几天以后呢八核就消失了 他就开始研究精油的特性 而且并提出了方香疗法的意思 所以他很有名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方香疗法就是他提出来的 那同时期有一个叫摩利夫人的 我相信大家都理解 都知道这个名人 他是以前 他是一个护士出身的一个方疗师 他就将方香疗法运用在按摩与某某某某上面 所以呢按摩与某某某上面能够好好的利用的话 这是法国女士提供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什么叫方香疗法 方香疗法很简单的说 就是享受植物的香气 同时借助他的香气来放松心情 提振精神促进美丽与健康 还有丰富日常的生活 这就称为方香疗法 那方香疗法所使用的香气来源就是精油 那精油可以带动人类与生俱来维持健康 治疗创伤及疾病的一个自然的治愈力 精油还能对人们的心灵 还有身体发挥全面性 这全面性叫holistic 也叫成体性的作用 而不是只有局部一个效果 那方香疗法是怎么样普及呢 我们先来看看有多少层面在利用它 有美容有身心健康科 运动科还有医疗 还有看护还有放松 所以从古开始的人类就跟植物来共存 并利用植物的香气 全世界各种古文明跟国家 将植物运用在治疗疾病 还有不适的症状上面 所以方香疗法属于自然疗法 同时也是提高生活品质 所以广泛被诱途了 刚刚我们讲过这些专家们使用 为防范与未然 在预防医学上面也非常有帮助 我们来看看方香疗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在全面性整体性的holistic观点之下 所进行的一个自然疗法 它有助于放松身心 提振我们精神 还有促进美丽与健康 维持跟促进身体跟心理的一个恒定性 改善身体跟精神上的不适 恢复正常的一个健康状态 这是我们所进行的一个自然疗法 一个方向疗法的一个目的 那方向疗法的安全使用 注意事项也很重要 当我们知道那个精油这么有效的时候呢 不能把它直接接触皮肤 而且不能营用它 很多发系的 常常要我们去喝它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 因为我们还是讲究 还是真的是英系跟发系中间的一个相互 一个资源利用 一个互换 一个观念 所以不能接触到眼睛 如果真的接触到的话 赶快用油 牛奶或者清水大量冲洗 而且要送到急诊室 万一真的很严重的话 而且千万不要让精油来接近火苗 因为它是毅然性的 所以保管跟孩童 要保管于孩童跟宠物 没有办法触及的地方 他们都非常好奇 万一看到瓶瓶瓶瓶瓶瓶 万一打发的话 吃它的话 其实是非常有毒性 那保管精油我们要注意到什么呢 要具有那个遮光性的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蓝色 或者深的薄荷色 薄荷色的深色玻璃容器来保存 而且要紧闭瓶盖 以瓶伸瓶的方式 不要很摆 很摆它就会起那个油垢 在瓶口附近 它就会变成会有那个油耗味 会影响我们的疗效 所以要不避开阳光跟湿气的阴凉场所 尤其是在台湾 那每种植物的精油都有最佳的使用期限 甘葱类成分最容易凉化 会发生质变 比较容易 使用前要先确认 我们香气是不是有无益状 再来使用 万一真的不行 就像我一百多瓶 其实我真的就要丢掉一些了 它真的疗效不够的话 我们就不要舍不得了 那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使用者 例如病人 年长疹 孕妇 还有孩童 那我们病人要 什么叫病人 我们的那个定义是正在接受医师治疗的人 而且有服用药物的人 一定要务必寻求医疗机构的意见 就是是否适合使用方疗 例如我本身现在在吃抗瘾血剂 所以有时候我会用到精油 会影响到我里面的素质 所以医生常常就跟我讲说 你是研究方向疗法没有错 可是有些东西真的在我对症下药的时候 你们要告诉我 你到底有没有在用 然后用我会影响到素质 会影响到他的下瓶血剂的那个 里面应该要吃半颗还是一颗的一个决定 所以一定要征求我们医生的同意跟告知他 我们现在正在使用方向疗法 那年长者还有既有过往病史的人呢 方向疗法有许多不同的使用方式 要从标准用量的一半开始尝试 也就是要跟小孩子一样 要有一半的方式 孕妇的话由于某些的运用方式跟精油 如果是不适合备孕跟怀孕中还有哺乳中的妇女 要先咨询医生跟方向疗法专业人的意见 孩童当然是三岁以下除了方向疗 最好不要施行其他的直接抹啊 或者让他熏香纹啊 绣纹这些东西 而且他的控制量真的就是跟我们刚刚讲 跟老人一样在承认一半用量之内 而且要多加留育他在使用的时候的过程 外有发生的紧急状况马上停用 好我们再来看皮肤敏感者先用食物油 还有其他的介质稀释精油涂抹在手肘内侧要测明 看看你对这支精油会不会敏感 那如果敏感的话要避免使用或者说加以稀释它的浓度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光毒性 部分的精油成分会对阳光的紫外线产生反应 称为光明 所以将它涂在皮肤上面会导致皮肤发炎 就称为光毒性 所以需要留意的精油包括有扶手干啊 柠檬 葡萄 又三折 所以皮肤刺激精油的注意 次项 部分精油对皮肤组织跟末梢血管 具有刺激的作用 会引起发炎 红斑 发痒或者这些症状 就称为皮肤刺激 那这些精油包括什么呢 依兰依兰 茉莉茶树 黑胡椒 还有胡椒薄荷 还有香蜂草 油加利这些东西要特别注意 所以含精油制作物还有产品保管的注意事项呢 应该保管在阴凉的场所 避开高温多湿的环境 而且尽早要用完毕 就是你真的不要放在那边 就像我一样 舍不得丢 那舍不得丢 就到时候万一真的产生质变 其实会对自己有不好的影响 我自己要先做 真的要断舍离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接下来推荐产品的一个条理 那推荐产品有什么呢 在成绩系统上面 我们可以用那个油网 我们特别推荐油网 油网里面有什么样的组成分 第一个有芝麻油还有琉璃巨油 这两种是非常好的一个 那个carry oil 就是我们的基础油 它叫固定油 因为它不会挥发 所以呢 它有的类似橄榄油 有一个特性 芝麻油 含有芝麻素 因为由于芝麻素 所形成的芝麻分 还有芝麻磷分 组成抗氧化系统 所以芝麻油相当稳定 它含有棕铝油酸 7-12% 还有硬脂酸 大概3-5% 到6% 可以增加血小板的数量 还有对抗贫血 也是帮助我们 脾胀肌能失调 高钙 非酸性的特性 对消化道有非常有帮助 也是一种温和的泄药 加入20% 到那个基础油里面 是绝对的一个按摩用油 所以可以用油网 加到我们一般的CaryO油里面 可以我们直接去做按摩 那是风湿性 还有皮肤状况有益 在北美会用来治疗牛皮旋 还有干燥的湿疹 还有静脉破裂 美容上是用来做美发剂 还有防晒油 洗发精 还有肥皂润滑乳液 很好的芝麻油 再来琉璃剂油呢 这个植物油呢 主要成分是芽麻油酸 大概占35% 那还有四芽麻油酸 大概有19% 油酸有23% 棕榈酸大概10% 那硬丝酸有5% 它的特性抗氧化 抗老化 而且它有消炎 抗磁激素 还有用途呢 去具有那个 显著的治疗 金钱症候群 还有更年期不适的作用 对女人是很好的 用油 由于可以富含抗氧化的维生素E 所以因此可以用于熟灵肌肤 甚至敏感的肌肤 所以可以重建细胞膜 还有富与弹性 还有润色 所以非常适合美容护理 消炎作用用于异味性皮肤炎 还有分湿 还有过敏的治疗 这个是楼梨剂油 比较贵的原因就是在这边 好我们再来看 那它里面还有主成分 羊肝菊 那羊肝菊 它心理上呢 可以安抚效果很好 可以疏解一下 焦虑啊 紧张 愤怒还有恐惧 让人家可以放松 有耐心 还有感觉很祥和 减轻忧虑 让心情平和 对失眠很有帮助 身体上可以缓和 肌肉疼痛 然后镇定各种疼痛 然后规律惊奇啊 齿胃不舒适 改善持续的感染 皮肤疗效呢 可以减轻烫伤 嘴泡 发炎的伤口 改善 那个湿疹啊 便泡啊 还有泡疹啊 还有超敏感的肌肤 还有一般的过敏鲜香 都可以增进弹性 对干燥异痒的肌肤 也是效果很好 消除腹肿啊 强化组织 是非常优良的皮肤净化保养品 还有再来一个很珍贵的精油 是玫瑰 它可以按摩处理伤疤 脂气管炎 还有肠道的那个静卵 压力啊 焦虑 情绪波动啊 受到惊吓 女性性能感 生育生产陪伴啊 还有丧心的陪伴啊 有数百种化学合成物的玫瑰 几乎可以治疗疗愈各种的疾病 所以它为什么那么贵的原因 还有姜 姜可以治疗耳心 呕吐 害喜 晕车 可以将精油滴在手帕上 或嗅纹它 这样子消化系统的问题 还有肠胃的脏器啊 便秘啊 腹脏啊 风湿病 它可以消炎作用 还有滋谱性功能 消除贫劳 滋养头发 所以这是姜 姜也很好用啊 可是它很便宜啊 所以我们这个油王里面的 基本上它也不是说 完全都是贵的油啊 它有些很好用的油 基础油 这些还有 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植物的那个精油 它也会使用它啊 好 再来一款就是丝脖啊 丝脖主要是施应症 还有静脉那个淋发 有关于静脉曲张啊 下肢浮肿 双脚啊 沉重啊 淋发引流啊 对静栏的那个咳嗽 还有湿声啊 混合性的咳嗽 改善循环系统都很有效啊 再来就一个还熏育草啊 熏育草的话 等一下我们在泥光上面 我们就会介绍啊 还有再来还有一款安息箱啊 具有杀菌防腐 还有净化的作用啊 因此有利于支气管 而且可以处理肺部的感染 可以用于治疗皮肤的损伤啊 还有精度灼伤啊 疤痕啊 皮肤病 湿疹 冻伤 如果你有冥想一个一个习惯的话 可以用安息箱啊 好 再来就开始我们介绍伊兰伊兰 它俗称香水素 它是一款女性的精油 它可以治疗焦虑症非常有用 尤其是跟心脏相关的一个症状 如果有心肌压高血压 心跳过速 它可以疏通你的心肺神经虫 也有抗筋癌安抚放松还有阵痛 催禽降血压抗菌 还有消炎作用啊 护法治疗皮肤的各种一些疗效 好 我们再来介绍我们冷疗液 冷疗液 我们在那个 我们的阿兹海默的那个 那个 那个 跟我们那个 相关 都有介绍冷疗 冷疗的话 它有七叶素 七叶素最具火性的一个成分 七叶素叶子有独特的一个锯齿状 那种子是暗核色的硬核状 跟那个糖草粒子的粒子外形很相似 那几世纪以来呢 都会跟那个欧洲医学已经开始广泛使用它 磨碎加日茶中饮釉 可以加强我们新陈代谢 帮助我们吸血管功能 或涂抹跟我们关节治疗风湿跟关节炎 那里面还有一个主成分是海盐 那在欧美那边呢 我如果说你可以泡海水的话呢 它可以消除我们那个皮肤的干皱 还有炎症 也可以补水 还有降血压 那一般来说 盐可以帮助我们足够的水分 还有血压的平衡 那由于蜡在体液中平衡 起了至关重要的一个重用 摄入不足会导致于脱水 尤其在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 好 再来我们看到阳甘菊 我们刚刚在阳甘菊 在那个油网里面也介绍 我们在这边就不介绍 那滤薄荷呢 滤薄荷具有多种的生物活性 在自然保健中可以作为提神醒脑 细节换转换的时候可以加强保护力的一个茶饮 而且清凉的滤薄荷也经常使用于用餐以后 它可以解腻 帮助提神 然后疏解我们的疲劳感 加强我们的专注力 灵活我们的思绪 提升工作的灵活度 强化我们的判断力 然后还有决策的精准度 减少我们一肉待半四项 帮助睡眠维持好的一个情绪 那它还有一个主成分是薄荷脑 那薄荷脑又称为那个薄荷醇 是一种白色的晶体 也是薄荷精油中间的主要成分 薄荷脑可以作为牙膏 香水的香味来源 也可以作为肌肤具有清凉 减少不适感的一个作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呢 就是冷疗如何来缠绕我们的头部 可以然后阿滋寒末症啊 或者说我们那些老化的一些症状 它可以提升我们脑部的精确的一些注意力 还有促进我们的脑部细胞的再生 还有头痛的时候呢 或者晕车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样子冷疗的方法 来缠绕我们的头部 然后只要用那个静液 我们的那个冷浪 一浸泡以后 然后缠绕在我们头部上面 就可以用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些 再来一个产品就是能量 能量精油 可以用在我们 那个神经系统上面 它里面还有胡椒薄合 那胡椒薄合呢 就可以让我们耳心耳吐 晕车啊 头痛这些问题都没有 所以还有对疲劳都有很有 是呼吸道的感染啊 这些都很有效果 那它有个主成分是蓝胶油加利 是专门用来肺支气管的一个 强效的一个精油 呼吸道的抗菌啊 抗病毒啊 疏解肿脏啊 冲血啊 然后溶解黏液啊 还有趋痰啊 主要的适应症 是和肺部还有下呼吸道 就有关的啊 去支气管炎啊 还有肺的那个支气管阻塞啊 有痰啊 有湿疼 对中耳炎还有细菌性的皮肤啊 皮肤感染都有比较好作用 好我们再来看 它还有一个主成分是甜橙 那甜橙可以进化环境 抗静孪安抚促进消化 镇静还有让美国人 甚至最敏感的人 闻了都会最开心的一个精油 那主要是硬症为消化的问题 如果你有焦虑啊 神经紧张 还有其他失眠 像血糖还有激励的那个胰岛素的一些特性 它都有 再来就是茶树 茶树抗感染啊 抗梅菌抗病毒 保护皮肤免于放射性的危害 是一款帮我们解决所有皮肤感染一个精油 主要是印证为口腔感染 例如溃疡啊 肿脏啊 牙龈炎 还有耳鼻喉的感染 中耳炎啊 鼻豆炎啊 鼻烟炎 扁桃腺炎 这些东西可以都有使用茶树的一个必要性 那还有姜 姜有症痛 止痛的一个效果 还有抗菌 抗增菌 消炎啊 防恶心啊 补强 消化系统啊 还有它也是性补品 然后风湿性啊 可以消炎 那种风湿病 消除疲劳啊 滋养头发 消化系统的问题也可以 肠胃脏气啊 便秘啊 腹脏 这些东西都可以使用姜 那再来有一个精油是肉桂啊 肉桂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味道 它可以抗感染抗增菌抗静卵 而且还有催禽啊 贪食症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治疗 如果你有暴饮暴食强化心脏啊 调精充血 它可以暖化暖身啊 然后滋补你的神经系统 主要湿精症 还有那个感染 跟感染疾病有关系啊 如各种的细菌感染啊 病毒还有真菌感染啊 还有其他疲劳啊 暴饮暴食啊 厌食啊 消化不良 胃部脏气啊 消化症氧啊 油啊 都有食症的一个效果 还有再来就柠檬啊 柠檬可以减重 抗忧郁 还有抗压力啊 消除疲劳 防呕吐啊 抗氧化 抗病毒啊 护肝 主要适应症是在干化消化方面 肝脏消化方面 例如说你饮酒过量啊 吃太多啊 接受中度药物治疗以后 会消化不良啊 这些问题都可以 胆汁不足啊 干燥 或胰胀功能不全 伴随了一些症状 还有晕轮 还有晕车 呕吐 胃灼热 口腔卫生 帮助减重 还有抗局壁组织 它都可以平衡我们紧张 还有消除疲劳 还有心情大好 这是柠檬的部分 好 再来欧洲刺松 欧洲刺松 有性化空气 虚痰还有是肢气管 畅通 还有呼吸道抗感染的 一个最大的作用 特别适用于肢气管 有盐 还有喉盐鼻盐 还有鼻痘盐 还有在口售的时候 肌力荷尔蒙 产生天然的可体松 作用于肾上腺 夹状腺的一些 内分泌系统 具有提振精神的作用 在疲劳的时候 血压下降的时候 还有过度劳累的时候 非常有用 可以缓解我们关节疼痛 还有肌肉疼痛 所以它的疏解冲血作用 可以帮助我们男性 在社户线冲血 还有女性生殖系统 冲血的时候 具有活化皮肤的作用 对皮肤疲劳肌肤 或者说受湿疹 或牛皮血脂苦的 皮肤都有益 再来一个还就是 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丁香 它有抗感染抗氧化 局部麻醉 例如牙齿痛 就不会痛了 促进消化 保护胃 还有主要试镜症 杀菌 杀针菌 杀菌 还有杀蛮虫的特性 获得很好的证明 其他试镜症 还有消耗不良 胃静卵 保护胃 还有牙龈的发炎 牙齿的肿脏 皮肤的浓肿 夹前的这些东西 脚的感染 细菌 默菌的感染 它可以使用它 还有就是石螺 石螺比较少听一点 称为土回香 或者野回香 它可以激励我们消化系统 而且利于胆汁 还有胆囊 透过胆汁的促进胆汁分泌 还有胆管的排空 对肝脏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可以缓解饭后的胀气 或者胃部的不适 具有很好的驱痰 还有溶解黏液的作用 强烈建议在肢气管炎的时候 可以使用它 而且具有适度的抗拧血的作用 这个我可以考虑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并且疏解筋痛 那再来一款就是比较贵的一种精油 香蜂草 它用于调解神经的系统 那神经受创 歇斯底里的危机 曾经好弱 疲劳 失眠的非常有用 有助于养肝力胆 处理沉重 胃进来还有心 也是心脏的一个调节剂 心率不整的时候 高解痂或有心境的状况下 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具有镇静的功效 也可以帮助消化 这就是我们能量精油的部分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解最棒的一个产品 尼望 尼望是我真的不可会学的一个产品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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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